好 这期我们来关心的是俄乌战场最新的状况 乌克兰近期动员他的主力来反攻哈尔科夫 但是俄军却趁机转到他的邻近哈尔科夫的 我们今天要特别来关心到这个 他的旁边的这个苏米州这个地方 好 我们来看到的是来自于车臣共和国的领导人 这位是卡迪罗夫 他近日特别表示说 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推进到苏米州的边境的这个村庄 这个村庄叫做李日夫卡 那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他则是出面否认说 没有 俄军根本就没有攻入苏米州 而且他还说了苏米州现在在乌军全面的掌控当中 好 我们现在看到乌军用他的主力用在反攻哈尔科夫 因此俄罗斯的部分转攻乌克兰其他的要地了吗 刚刚说是苏米州这个地方 请问违约如何看 我一直不认为这个俄罗斯打算全面占领乌克兰 觉得他从来就没有这个打算 那么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我也认为普丁可能他当时所要发动的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的目的 他已经达到了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说 就是撑在那里的垃圾时间 因为你没有打算停战 可是我又不能当做没事干 然后美国你现在又想尽各种办法 比如你准许亚述用美军的武器 比如说你现在准许他们使用西方的武器 来攻击俄罗斯境内的军事基地 显然美国跟乌克兰也没有打算停战 在这种情况之下 对俄罗斯来说 他当然就只能够继续采取以战逼合的策略 那么你现在看到他们的这个战线 一千多公里这么长 所以其实对这个乌克兰想要全面收复他的尸土 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全世界大家都知道 只大家心照不宣要不要讲出来而已 那当然俄罗斯也很清楚 他自己该巩固的地盘他巩固好 该巩固的阵地巩固住 那剩下的这些东西就是 你既然要打我也只能够陪你打 那大家就打来打去吧 你哈尔科夫反攻 我就去攻你苏米州 那么大家你有来有往 这场战争就大家持续的配合下去吧 那到什么时候呢 到你死了这条心 那么我们就上谈判桌来谈 所以现在对俄罗斯来讲 他如果真的有意要发动大规模的侵略 他早就可以借由美国 同意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 攻击俄罗斯境内的这个领土 他光这个理由他就够了 可是他没有 现在显然看起来 这个相对来说 普丁是很节制的 我讲的更直白一点 现在世界和平居然 莫名其妙地握在了普丁的手上 这是普丁的一念之间 因为美国什么事都干了 所有的红线都给你踩了 现在就是考验普丁的耐力够不够 普丁忍得住 欧洲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不会打 普丁忍不住 我们马上就要打欧洲第三次世界大战了 这不是笑死人的一件事情吗 忽然之间全世界的和平 就维系在普丁一个人的意志力身上了 那现在看起来普丁还守得住 为了世界和平 我们还要谢谢普丁 因为他现在在忍耐 容许美国不断地在踩各式各样的红线 所以我觉得现在所看到的这些 这些攻击反攻都是小打小闹而已 那么你说乌克兰现在要能够全面收复失地 光靠以现阶段他能够得到的 来自于西方盟国的经费或者是军事装备 以及他现在已经非常紧缺的人力 根本不可能达到了 我相信普丁很清楚 所以这种小打小闹恐怕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持续到什么时间呢 外界一直评估就是持续到拜登选完 美国现在认为拜登不能停止的战争就是乌克兰 乌克兰如果停了 对拜登来说就是另外一个阿富汗的故事 所以他无论如何不能停 那就撑到11月 既然你拜登要撑到11月 那普丁也只好陪他演到11月 忍耐到11月 好 我们持续关心美国的角色 除了说刚刚提到说 美国允许西方武器 可以从乌克兰这边进攻俄罗斯之外 我们来看到美国最近又做了哪些事情 这是来自于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说拜登政府接下来打算要解除禁令 允许我们看到画面上 乌克兰这些极右的民兵部队 这个叫做亚素营 终于可以使用美国的训练和武器 亚素营的这个背景 大家观众朋友稍微了解 2014年的时候 当时在普丁拿下克里米亚之后成立的 那首战他打的就是和政府军合作 一起夺回被盾内茨克清俄民兵所占领的 这个马里乌波尔这个地方 后来呢 乌乌战争正式爆发在2022年嘛 那在这个爆发之前 俄乌战争爆发之前 亚素营都是镇压乌东民兵的主力 因此被普丁视为是纳粹分子的代表 包括因为亚素营他过去镇压的手段都很强硬 所以也曾经被美国给下禁令说 以侵害人权为疑虑 禁止亚素营10年内 你不可以使用美国训练的这一些武器 好我们来看这一次美国又解除禁令了 到底怎么回事 俄罗斯会不会更有一个原因跟立即可以去打乌克兰 老师怎么看 我想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 现在只是华盛顿邮报 他爆出来说是打算要解除禁令 而不是真正已经就是说要解除禁令 我们必须还是要留点存音 是不是也可以放这个消息来试温一下 而且虚晃一招 而且甚至存心把它掀出来 是存心让它见光死 因为我们也知道拜登政府很多对于俄乌战争的 很多的基本的政策 乌克兰也透过美国国会进行游说跟施压 所以是存心把这个消息放出来 然后让它不会变成真实 这个可能性确实是存在 但是会不会因为你今天去援助亚素营 然后准许它用什么这个业务 准许它用他们的这些武器如何如何 去增加了就是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这个正当性 我认为这个是完全是风的马牛不相及 因为这个战争爆发的原因不是因为亚素营 亚素营是战争爆发之后所诞生出来的一个怪胎 那在这个情形之下它当然有很多行为是可以 但是这些从头到尾不是战争就是发生了真正的原因所在 那只是说它变成一个很好用来打宣传战 或者说是去表达立场或者去伪装自己的正当性 但是无论从任何一个观点而言 俄罗斯就是侵略乌克兰 这怎么样都要讲 就是说无论你用任何发条就是这种回事 它就是侵略 但是我们今天讲这时代化 假如按照那个标准 很多的强选都扮演过侵略的角色 他们也未见得受到制裁 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要考虑今天这个时候释放这个消息 再加上它跟纳粹的连接的不明不白的关系 然后再回过头来去想美国的大选年 这个真正的原因是很可能是根本就不打算让它成局 亚述云这个消息确实可能就是美国要来试试水温 看看接下来有没有可能这样做 我们持续来看 这个亚述云其实一直都被普丁视为眼中钉 规模人数落在1000到2500人之间 那过去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 它有一个最大的战绩 我们像画面上持续看到 就是它参加了马里乌波尔市的保卫战 那在俄军的优势兵力包围之下 守住了亚述钢铁厂 而且时间达到82天 成功拖延了俄军南线的进攻速度 只有几千人的亚述银 为什么普丁这么的头痛 孟兴姐又如何看 当然他们的消息散战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不过我觉得真正的原因是 因为它是2014年的时候成立的 但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 他们大概都有一些 就是用相同理念的方式在乌克兰活跃 那目标其实是一个非常极右翼的 这样子的一个团体 到了2014年之后 他们成立的主要民兵部队 主要的目的 其实就是要跟顿内斯克的 俄罗斯的这些民兵彼此之间作战 其实你看2014年到2022年 发生这个真正的俄乌战争 这八年的时间 虽然说这中间曾经有过 彼此之间签署的明斯克协议 可是俄罗斯就一直指控说 乌克兰破坏明斯克协议 这中间民兵的很多的攻击 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逼到最后 这个战争其实是非发生不可 因为如果不做的话 那么这些乌东地区的 这一些亲俄罗斯的人 他们将不会再相信俄罗斯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所以他当时你记不记得 普丁他拿出来的一个主要理由 其中除了北约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要亲纳粹 那当时他们的纳粹的 主要代表性人物就是亚素营 因为亚素营他们会被认为 跟有一些新纳粹的一些行为 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俄罗斯这样认定 其实美国国会也曾经 这样子的认定亚素营 那个整个的过程 地缘政治 内政之间 战略价值 强权崛起 小国生存 现在与未来 更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脉动 全球观点 尽在环球大战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